一个妇女call in 她就是说她是听到老师们的在谈话 就是说不欢迎这个晨曦的儿子来他们学校 还原整个事发经过 原来是立委黄淑英23号在绿色和平广播电台听到民众call in 提到她听说国外国家有老师不欢迎赵一安就读 黄淑英随即跟电子媒体爆料 民事记得23号当天向学校求证学校澄清没有听说这件事 紧接着24号博外国小紧急召集全校老师会议 并且现场进行调查 博外国小的每位老师有没有在外公开发表反对赵一安入学的言论 结果在场面有一位老师说有 26号学校正式在网站上发表声明澄清 学校绝对公平欢迎学区内有资格的学生参与新生报道 一个从广播听来的消息立委拿来爆料 一连串听说造成博外国小抵制赵一安入学的观感 引发一连串的政治效应